很多人練了砂球網球後 他有很強的無球手 可是他並沒有辦法在動態過程中 去做到擺手 有沒有 身體並沒有彈性 也不會做擺手 那你應該要把自己練到 在動態的過程可以擺手擺起來 像我現在示範一次 好的加速看起來會像怎樣 三招提升你的運球能力 大家好我是BenchPrayer的Evan 我們要先把運球拆成三個項目 第一招是你的原地運球的能力 原地運球我們先拆解兩個能力給大家聽 第一個是你必須累積足夠的訓練量 訓練量以外 第二個概念是強度 那我現在講一下訓練量跟強度的概念 訓練量就是比如說我現在就是直接運球 我可能換手跨下背後 不斷的運 不斷的運 去累積很大的訓練量 那可能有些人會運200顆 300顆 1000顆 那再來是 你如果通過這個能力的人 基本上你可以連續 保持不斷 然後球不掉的情況下 接著要提升的是運球強度 很多人在做的時候就是不斷的運球 你可能計時間 可能五分鐘要運完什麼 或是你運了幾百顆 但是你沒有去挑戰過自己的運球強度 那這邊我給大家一個基本的動作 讓大家學一下 然後並且加上強度去測試 第一個動作是簡單一點 我們做一個V字 OK V字運球 那我們搭的是 跨下換手 那我講一下為什麼要練這個能力 他的能力是來自於比如說 Harden跟Lebron 他們在攻擊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些 跨下換手要往前攻擊的能力 那跨下換手要往前攻擊 他的優勢是來自於開面 比如說來現在那個 上去做一個防守 防守者現在守著我 我跨下的時候 我其實是可以攻他這個面對不對 但他現在面是轉在開這個面 所以他可以追到我 那我這時候如果換手過來呢 他會怕我攻這個面 所以當我在不斷的跨下換手的時候 他會不知道我要攻哪個面 那突然鬆懈了 我就可以直接過了 這是第一個起點 為什麼要練這個動作 那接著為什麼我們要把V字 搭入我們的訓練中 是因為吊球 我們在做跨下換手的時候 其實你運球動作很好 也有可能像這樣吊 那吊球的時候 其實很好的運球者 他們強的是有很好的救球能力 比如說如果是不好的運球者 可能吊了 他就直接撿起來 或是沒有辦法繼續做動作 可是如果是很好的運球者呢 他可以像這樣 比如說 掉了 可以繼續地反球 有沒有 把球救起來 繼續運球 繼續運球 掉了 救起來的能力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要把它 搭配成一個訓練給你們的概念 我再來要挑戰的是什麼 是強度 強度的方式有很多種 比如說我跑起來 讓速度變快 或是這樣 我直接測時間 我在十秒內 要達標幾次這個過程 去證明說我的強度拉高了 不然你們如果只是一直維持這個量 其實不會進步 不會Push自己 OK嗎 接著我會實際演示給大家看一下 我做B字 胯下換手 十秒鐘可以做幾個 跟給你們的標準 如果你是初學的球員 我建議你們十秒 至少要做到七次以上 那如果你是在比賽打前鋒 打後衛 或是你有一點經驗的 甚至是選手的 十秒至少要到十次 OK嗎 好那我們現在測試一次 好來幫我開錶 喊一次喔 3 2 1 用 好我十秒鐘 我就完成了十次 那這一個 就是你們適合的訓練強度 第二項是運球 你們應該看過 有人會教很多的殺球跟網球 殺球跟網球有很多它的訓練目的 比如說去訓練你的反應跟刺激 訓練你在運球的狀態下 你的無球手可以怎麼啟動 但是它沒有辦法取代一個能力 是什麼 是我們跑步在過人的能力 很多人練了殺球網球後 他有很強的無球手 可是他並沒有 辦法在動態過程中去做到白手 比如說我做一個示範 有沒有 身體並沒有彈性 也不會做白手 那你應該把自己練到 在動態的過程可以白手白起來 像我現在示範一次 好的加速看起來會像這樣